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怎么破案 而我要讲这些人怎么作案 为什么作案 在这里展现的是那些最狠凶杀案的完整复盘大棋地 回忆历史 了解社会 安全防范 知法复法 近在群谋大典 东北黑市的大哥李正光 李正光这个人啊 名气比较大 他的名气 名气怎么大呢 我跟你说第一点啊 这个人在黑道上 哎 名气很大 然后现在在这个民间呢 名气也大 是不是啊 其实你上这个网上去看啊 你可以看到他好多的文学作品之类的 但是也不算文学作品 就是说给他的事编了不少 但是跟他真实的他不是很很一样的 不过吧 李白也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他 是不是啊 就是说 了解他的人 其实并不多 白哥在这里先做一个铺垫 其实李正光没那么牛逼 没那么牛 知道吧 他也不是说 干出多少事的人 但是他身上还是比较有特点 啊 就是说 我把这个标题起名叫 东北黑市的大哥 李正光 我为什么不说叫像像乔瑟 刘勇那里面我写的都是东北黑社会 李正光 他不算黑社会 他的档次不够 知道吗 他只能算一个黑市里 他连黑帮都算不上 明白吗 那么呢 现在啊 就是李白在这里面就把这个李正光啊 他 他的一些事情吧 在这里跟大家唠一唠 因为吧 这个人的事 不那么多 其实他的事不少 但是可惜都没那么大 是不是啊 所以说吧 对他这个这方面的资料吧 并不是很全 只能说就是简单的留意一下 他这个人啊 都谢刘年爱啊 还有阿子阿慧 都谢你送的礼物啊 李正光这个人 1961年5月1日出生 啊 生日不错 劳动节那天出生的 是不是啊 如果他活到今天的话 他正好55岁 他已经什么了 就是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那 这个人啊 他是辽宁西风县人 朝鲜族的 他不是汉族人 险族的 我跟你说 包括后来他身边困的一堆人 都是朝鲜族的人 啊 就是说吧 这种少数民族的 他们可能喜欢扎堆 比如说新疆的 还有藏族的 他们在北京的话 经常就是啊 扎堆在一起 在一起玩 是不是 这很正常 其实啊 这个李正光 他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这人还可以的 怎么说呢 不太 看不出怎么坏 但也不是什么 特别好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可能就跟白鸽似的 就是普通的人 因为啊 他还去上大学 你看从这边 就能看得出来啊 他在哈尔滨 一个大学去读书 你想啊 呃 他一有六一年 如果他上大学的时候 也就是二十岁左右 是不是啊 二十出头啊 或者不到二十 那个样子 在那年代 就是八十年代初 他能去 上大学 就说明 他的成绩啊 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那时候 大学的含金量非常高 你不管什么大学啊 就那个年代 因为在那时候 能算成大学 肯定是本科了 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学院 算专科 学校算中专 只要是大学 一定都是不错 可以这么说 跟你们说啊 这屁股没有啊 清茶艺啊 哈哈 好喝啊 行 买点空间二锅头啊 行 在这会儿 看着视频 然后喝点酒 挺好的 不然这个酒啊 不要出去那个 出去喝 我先送人 在家喝不挺好的吗 几个人 在视频里头喝一下酒 是不是啊 哎呀 俩父母 这个他上大学的时候 就不老实了 总跟人干账 我们知道啊 这个险族人 打架比较末 下手比较可 怎么说呢 他们那帮人 那边的人吧 险族的人可能是 挺血性的 气性比较大 然后 动愿意动事 不愿意讲道理 李正光 就是这种人 两句话不到 就打仗 但是打了几次仗之后 大学没念完 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其实啊 这一步很可惜 我跟你这么讲 他如果要上当大学毕业的话 他以后路过会很好 开除了之后 他可能觉得 没有脸面回家呗 是不是啊 叫他耳边游荡 混 哎 就这样呢 就跟一帮小弟痞啊 一帮流氓 经常在一起 玩 当然 肯定就不干好事 啊 基本上来说呢 就是打 也就是说 他的事情 其实咱们在啊 之前乔瑟那个视频里头 已经交代过了 明白吗 他是怎么 怎么回事呢 他 其实是一个杀手集团 对吧 他并不是说传说中 是乔瑟的手下 这是不对的 因为在那个视频里头 说了 这里咱们又不都说了 李正光 他是个杀手 团伙 以他为首 没有啊 他带着这些人 给人家去摆事 你这会儿 有事了 帮我啊 帮我干嘛 李正光 我给你点钱 就这意思 你去把谁给我揍一顿 他颠颠带人去 就给人揍一顿 没有 你去帮我邀账去 去帮我看场子 都是雇佣关系 我每一把一算账 都这么回事啊 然后呢 其实啊 很多人啊 在网上都说 他是一个什么人 说李正光这个人 哪出手必死人 是不是啊 这是不可能的 根本就没那事 但出手狠是狠 他没整死过几个人 还有跟你这么说 在李正光手上的命案 特别少 就那么一两脚 这李正光啊 他就是给人当杀手了 他 参与的 直接的第一起 比较狠的案子 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在乔寺里头讲 他和小飞的 那场恶斗 明白吧 然后是 1988点嘛 他和这个小飞 两个结院了嘛 后来小飞啊 去故乡那边参加婚礼 然后让他们给弄晕了 弄晕了 这打晕了嘛 就用车 拉到了一个厂房内 然后 让小飞跪下 小飞不跪嘛 他就一枪 拿了一枪 把小飞的一只脚 的脚踝 脚搏了 给打碎了 随后用用刀 给小飞的另一只脚 脚筋 给挑了 让小飞终身制残 这是他给人 就制残 标狠的 这一个事情 明白吗 剩下其他的事 基本就是打 当然了 拿羊炮啊 轰的事也有 都没有死人的事 那是不可能的啊 如果死人的话 早就啥了 早就 很抓他了 他没有人 一直没有人命啊 明白吗 随后呢 这个乔瑟不是被干了吗 完完之后 把 把乔瑟他们那个五个团伙全给毙了 是不是啊 其中里面有两个杀手集团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李正光 他 带着的这帮人 手下那帮兄弟 这个团伙 大部分都跑了 没必抓到 严格来讲 乔瑟这个集团 是六个团伙 十一 少是了五个嘛 他这团伙跑了 没有了 其中啊 李正光这团伙里头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肯定是他了 他老大嘛 另一个就是军师 他有军师叫陈鸿光 这个人吧 比李正光大股碎 这个大股碎啊 这个人 然后其实你瞅他的五项 这个军师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相貌吧 比较高 你正常以为的话 李正光肯定是一个榜大腰圆 是不是啊 老大嘛 又胖又壮的 然后狗头军师都什么呢 都是瘦 比较瘦的人 其实他俩正相反 这个李正光是比较瘦 个还不高 然后这个陈鸿光呢 是又胖又 你这种人 人一般你感觉都不会是当军师的 这正相反 而且吧 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 这个陈鸿光啊 从小到大 他就是跟李正光混的 他一直就把李正光当大哥 哎 你看他比他大五岁 胖头还比他老 他就心甘情愿 认他为大哥 怎么回事呢 啊 一是这个陈鸿光 哎 喜欢动脑 他俩都是光了 他喜欢动脑 然后 另一个就是李正光 下属比较瘦 知道了 就这两个人 在乔四 集团被灭的时候 他们都没抓到 都跑了 跑哪去了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跑太远 一直就在东北这片转 主要哈尔滨呢 还有长春这些地方 啊 为什么没有抓到他们呢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 李正光这个人 他外面朋友比较多 你可知道 他朋友特别多了 而他这个人主要的特点 就是讲义气 很肯定是一方面 我跟你说 你在外面混吧 那很必须的 不狠肯定不能立足 对不对 哪有不狠的人呢 但是呢 他这个人最重要的是讲义气 办事特别讲究 明白吗 所以说他朋友多到处去藏身 也就没有人去揭发他 举报他 啊 就包括事后 李正光被正法之后 嗯 想打听他的消息 都是不多的 知情的人啊 都不说 不管他好比快 都不往是透露 嗯 就是他 李正光这些年交的人 还都是不错的啊 他们两个人 没被抓到 随后这风声一过 然后干嘛呀 继续 就是还玩以前那一套 啊 因为 他也干不了别的 明白吗 你要他做啥 他能会 他啥也不会 其实就只能玩那一套 觉得张子强 真讲究 前分的讲究 那你看看 张子强 人家这个 玩的有道 多谢阿子阿贵了啊 也就是说 他们啊 在东北干嘛呢 就还是帮人打打架 然后收收保护费啊 当你会去敲扎点钱财啊 就 就是过这日了啊 但是我跟你说 李正光那肯定是 名气大呀 因为你想想 乔四出名了 顺道就把他给呆去了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你所有人 就是说知道李正光 主要是因为乔四 如果 没有乔四的话 谁知道你李正光是谁啊 对不对 主要是因为乔四 才知道了李正光 在同样 在东北那地方也是 虽然李正光当时是大炮子 不讲 这是肯定的 就不是说 官方也说过 在哈尔滨十大造型号里头 然后李正光能排到前面 但是他那个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杀手而已 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李正光 他在啊 呃 吉林 黑云江这些地方 藏匿啊 也做了点小案子 但是他一 这些年一直大案子是没做 他也非常谨慎小心 明白吗 其实到后来 他就干嘛了 他就学乔四 学乔四 想玩黑社会 他知道 他年纪也大了 不可能自己成天另一个洋炮 拿个刀出去砍 出去干 对不对 而且乔四是这个 黑社会鼻祖 啊 他这个一下玩明白了 很多人都跟着去 咱们之前都说过这个事情 是不是啊 李正光也想玩他那一套 他也想明白了 我何必不学乔四呢 我为什么自己出去杀他 你天天拿洋炮 唬人家 是不是啊 你万一哪天给人哄死了呢 那你不杀人了吗 我早晚你给你毙了吗 所以说他就开始纠结了一些 亡命之徒 其中有一个亡命徒是谁 叫朱庆华 这家伙新养手了 我跟你说 包括就是说 你们可以说 在那个 新闻上可以看到 最终李正光判决的时候 就有这个人 他 他以前是有人命案子的 他在什么地方啊 他就在牡丹江 在认识李正光之前 就放过人命案子 也是给人家当杀手 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 朱庆华 他跟着一个同伙 叫金黄 你看这 都带两个字 都比一样的 是不是啊 看到了啊 像上个台风流了啊 我跟你说 这个朱庆华呀 和金黄两个人 他们受一个叫 王龙江的人指使 我给你们点钱 你去把谁谁 给我干掉了 啊 去干嘛去 那个人叫什么 那个人叫孙秀林 啊 也就是1995年 9月5号 那天晚上 他们 这 这几个人啊 就来到了 牡丹江嘛 东宁县 有个叫吉隆 吉林隆 夜总会 当正这样子了 我跟你讲 其实说白了 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玩 你别看那是烧派人 他们都不是什么好玩 我告诉你啊 当时吧 那个王龙江告诉这个朱庆华 说你去干那个谁 叫那个孙秀林 你不要把他打死 你就把他腿给我掐舍就完了 没有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啥 那个 这个朱 朱庆华 一下子就来到这边 找到了这个孙秀林 孙秀林呢 拿着他那个枪 对准他腿 咔去 别动 然后对着腿 哭通就来了一枪 结果这一枪没响 一下没响 这孙秀林一看 你是真的 真枪和假枪 还是怎么事 起身就干他 你知道吧 一下就把这谁啊 把这个那个朱庆华给打了 打倒之后 完了还抢了枪 旁边就上了 他的人 帮着咳他 然后 那个金华 哎 掏出一把枪来 照他后背啊 哭打了一枪 这枪其实没有把这个孙秀林给打死 一下把他打倒之后 这一下大家都傻了 谁也不敢弄了 这个朱庆华就爬起了 把他枪整整整吧 上个子弹啊 然后就击了吗 你敢打我 就是说孙秀林 他手下有两个人 啊 你敢打我 砰砰给他们两个人 一人一枪 结果 然后别人上来又捕了几枪 我跟你说 这下就比较狠 这两个人 一个27岁 一个17岁 岁数都不到 直接就当场用枪就给闷死了 就这样 他们 这个朱庆华 和那个金华不是犯了 人命案子了吗 然后他们就到处堕藏 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啊 最后就跟着李正光认识了 李正光他肯定就是收入麾下 他心里很明白 你就是当年的李正光 我就是乔色 是不是啊 李正光收他的目的 就是说 你就做我的杀手 有必要的时候 我想整死人 那究竟你去了 他才不会自己登手了 知道了 所以说他就正 李正光就正收了 收这些人 知道吧 回头啊 他收了几个人之后 在哈尔滨啊 还有在长存这地方 他就觉得 这块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啊 时间一长 保不起谁就知道 他给他投出去 他一直是通缉犯 知道吗 一直是被通缉的 你虽然说你外面朋友多 都够意思 你你成天抛头露面子 你坐在东北那儿 谁给谁给你整水怎么办 然后于是他就想一想 说往外发的 这样 1996年 他就来了北京 到这边来啊 他并不是说想想在北京 扎根落脚 目的是什么 是在这块建立一个窝点 因为啊 这些年 他是敲诈也好啊 或者是挣点钱也好 手头 手头也是挺宽重的 来到这会儿 他就开了一个歌厅 叫梨花园 啊 离别的那个梨 梨花园 可以跟你们这么说 但凡 这种就是 富岸在深的人 通缉的人的 或者什么 他们出去来干事 我跟你说 要么就饭店 要么就歌厅 哎 差不多就这些 别的他都干不了 明白吗 你要说他来干软件的 那是不可能的 干电脑 那都不可能 你看看 动不动就开饭店 再不就是 开歌厅 屋厅 全这玩意了 所以说他开了一个歌厅 在这会儿吧 是通过他手下开的 然后他坐镇嘛 啊 把这个歌厅一开起来 自然而然 什么人都来了 就是有一天 这个歌厅就来了一个 一个哥们 那小伙子吧 皮里扔光 小个四五岁的样子 啊 也挺瘦的 挺年轻的 然后出手还可以 没样的事 总来歌厅 消费来 是不是 一来二去 时间一长 就混熟了 混熟完之后 就慢慢的 就打扰到了 你们知道 你们这个 呃 这个歌厅 谁是老大了 是不是 找个机会 聊这天 然后 给那个敬兰杯酒 这不就是什么 聊这一聊 他知道 这家伙是个大家伙 因为当年是跟乔瑟混的 肯定吗 知道吗 就乔瑟名气大 我告诉你啊 五厅酒吧 对对对 全是那玩意儿 这个 这个正香 这个小子叫正香号啊 他是干嘛的呢 他也是想在北京这会儿混 知道吧 但是 他势单力薄 没有什么靠山 他也是想啊 通过 就是说的 认识这些黑道的人 能不能在这儿干点事业 就这个意思啊 随后 他就跟这个李正光 就建立关系了嘛 啊 其实他手下也是有一些兄弟的 就是啊 只不过吧 不那么强硬 所以说 李正光也是想 在这会儿建立一个根据地 这样呢 他们两个人啊 就按乔瑟那条路子来了 一模一样 虽然正香号 拜这个 李正光为大哥 但是他是有自己小弟了 嗯 明白吗 就像乔瑟一样 乔瑟虽然 收了那个小客 但小客还是有自己小弟 只不过我是把你当大哥 一样 但是那只是咱俩之间的友情 朋友关系 并不是咱俩生意识 怎么 不是我就归你管的 到哪去了 我咔嚓就归一磕头 见大哥了 不是那概念 明白吗 你能赢个啥意思啊 就 依然是两个公司 只不过我认你为大哥而已 但是我这个公司的管理权可不归你 不是说你每天可以到我这来收账了 没有啊 就其实就这么一个关系 有什么事 还比你李正光出头给我摆平 你是我大哥吗 当然了 一些事呢 我还是听你的 钱归钱 情归情 就这么一回事啊 这谁 这李正光一想说可以啊 说这北京这个点 这不就建立起来了吗 然后一想 那我 我的根据地是在这东北 我不可能长久在北京待着 是吧 所以说他就把这谁啊 把那个陈鸿光啊 这个派到北京来了 就是分公司 您在这块付责卡呢 我还回东北 处理我的事情 知道吗 然后就在这块的时候 我有了这陈鸿光 再带着一帮小弟 再加上 本来郑香浩手下还有一点人 这样他们在这边 那干什么事情 其实就说白了 开个 开个酒吧也好啊 开个歌厅 再开个饭店 哎 就收宝贵 很简单 你这一片 这个所有的饭店 所有的洗头房 按月都得给我交钱 就干这事 然后比如说歌厅里头 就帮小姐啊 什么的啊 卖银啊 什么的啊 是不是得收点钱呢 有人嗑药啊 什么摇头玩的那些东西啊 是不是也得挣点钱呢 然后在家赌赌钱啊 赌博啊 欠的高费贷傻的 其实就是干这个事情 谁不老是就收拾谁 是吧 欠钱不给的揍 保费不交的砸 哎就干这事 倒不是说他们干了多少精心动力的事 那都没有 什么抢银行 捷运筹车 杀人 杀人放火啊 他真没干 明白吗 所以说就像这个朱庆华 他们这帮人啊 那肯定在这里跟玩命啊 你想想 他本身像这种人都是有人命案子 在在深圳背着的 哎 有个落脚的地儿就不错了 就干这事 北京当当年啊 就包括白鸽来 来北京的时候都有好多那个 呃 收收保费的这种所谓的黑纱会 他其实根本就不算黑纱会 只能叫黑势力 懂吗 然后呢 其实这会儿又出现个问题了 随后 随后是怎么的 呃 在1997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同伙里头 有个就那个金华 死了 具体原因不小 我一直也没朝到 他是怎么死了 但是他这个死啊 肯定是没有经过报案处理 估计啊 是黑车黑 啊 被别人给弄死了 然后呢 这个李正光手下还有一个人 叫崔史德 他也是那个 就是他的左膀右臂了 就这么一个管理啊 他就怀疑金华的死 跟一个叫全学兽的有关 他们记住了 他们都是朝鲜族的啊 跟你说 汉族的很少 几乎全是朝鲜族的 然后他想了一想 哎 说的啊 这个全学兽可能是他出卖了 然后把我的兄弟整死了 然后他就花钱 雇 朱庆华 来杀死这个全学兽 你们记住了 这个朱庆华就是一个杀手 其实他就是之前的李正光 李正光没做大之间 在乔塞手底下 就这个角 没有 就是我就给你当杀手 但是我每干一次事 你必须得给我结账 给我钱的 没有 所以说现在你看啊 这个老崔啊 又开始找了一些朱庆华来了 让他来杀这个全学兽 然后 1997年1月7号 元旦刚过没几天 这个全学兽在哪 在哈尔滨 他不在北京 他把朱庆华叼叼的干回哈尔滨去了 他拿了一个小口径的手枪 就宰着这个老全 他家 一直等了很久 胡同领了 结果老全晚上回来了吗 回来说 背上拿枪笔住 然后拿着那个枪 对准头背 我哭哭哭 反正 打了好多枪 骑不敲 啊 结果 这个老全肯定死了 啊 死完之后 这老村 老崔分两次 给了这个朱庆华 十万块钱 升级了 1997年给十万已经很高了 记得咱们乔瑟 里头讲 当时他和杨满头 他俩那个叫板 杨满头讲话来说 一万块钱 乔瑟跟他说 我给你五万 你去把他人头取来 看看 那时候买一条命 五万 到这块来就不行了 失望了 看着吗 你要说他当杀手也是的 你不给钱 那能行吗 那还了得 小飞不就给乔瑟当杀手 结果吗 乔瑟在那块 忽悠了他 他就想干掉乔瑟 对不对啊 可曾看着你能直播了 是不是啊 都信无为送的礼物啊 是吧 其实你们看了没有 包括上面啊 那个朱庆华 现在已经杀死三个人了 至少还有一个重伤的 这些都不是李正光干的 李正光 就干了一小飞 把他俩腿给打残了 到现在为止 他一条人命都没有 看到没有 随后呢 这个李正光就 一看北京这头发展的势头不错呀 是不是啊 那我就来看一看 来管一管嘛 到这边来了了 然后来了 其实怎么样 就是想整钱 但是说白了 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道 你想想 他经营个饭店 开个歌厅 一天天收入就那点 他能有什么收入 他手下还有养一帮人 所以说他没办法 他就只能去 到处去敲诈去 那你不能成天明抢啊 拿走鼻子就要钱 那不行啊 只有找理由 东北人吧 除了好多人 就是收保护费也好啊 在地面混的 都好这样 惯用的一套伎俩是什么呢 我跟你们说一说 比如上这来了 我现在在这边 我开了一个公司 这片不都是歌厅吗 好几家歌厅呢 然后还有好几家酒吧饭店什么的 是不是啊 那么我开一个洋酒公司 屋里头摆了几瓶洋酒 然后把这些歌厅的老板都叫来 直接去了 你让小弟告诉你 你家老板谁是谁 后天上午 或者后天下午几点 来我们这块 来聚一聚 摆一桌 你不来不行呢 不来你就不给面吧 那我就干 你就得来吧 来了之后 然后 李正光堂 往那一桌 那各位朋友们 是不是啊 哥们 我这块开了个洋酒公司 以后你们是不是 过来都捧上了 多谢 阿子阿慧啊 非常感谢你的礼物 是不是 你捧上了 怎么捧上了 那你们那个酒吧里头 再进酒 是不是都从我这进呢 啊 那从你这进行 你这个价钱怎么样 你放心 我这价钱不会高多少的 就这么说 打下了 打下了 你你以后你就得来 上午这拿酒来 你不到 你以后如果不从我这块 进酒的话 你就不给我面子 是不是啊 那我就得整你了 就有理由了 啊 另外呢 你看今天我请大家过来一趟 我这个公司开业了 大家是不是得表示表示 一人来乱千块钱吗 就这样 他们其实常好玩的技术就这样 要不然今天我过生 要不然我这头开张了 你过来你就得表示 他并不从来不会说硬抢 直接按的话 拿刀一逼 不给就杀了你 就 就你得给我意思意思 你又不 不给我意思一下子 那你就不够意思 你就瞧不起我 是不是 不给我当回事 那我就赠你 倒不一定是杀了你 就欺负你 好多东西人除了干就干这个 你记住了 就我这见了好多了 就包括你原来啊 我那时候我在亲眼见过这事 这事变得想起来 就这一套 我跟你说 没没没别的事啊 但是呢 这事刚上几次之后吧 他们发现了 这一片 还有对手 有竞争对手 因为我跟你说 但凡啊 有这些做生意的地方 就有江湖 知道吧 什么人都有 这时候呢 他们发现了 有有一个老板 叫金崇德 哎 他也是说我为的 也点了他 他刚来不久 这小子也很懵 知道吧 他之前是干嘛呢 他是在 沈阳那边 哎 他也是朝鲜族的人 在那边吧 他搞木材生意 后来赔本啊 赔本之后 自己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 然后就是跟人打架 知道吧 其实那时候 法治啊 可能跟现在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是吧 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就跟人干的 干出名之后 然后就去 也是收保护费 因为你想 你自己没有本钱 你不可能去租大房子 咔 吃个大买卖出了吧 那么他就是以优据点 比如谁是谁 那块有七百石 谁是一个饭店 天天在餐家 你得吃点饭喝点酒 然后出去收保护费去 就这样 我跟你说 他就和李正光这头 产生了冲突 知道吧 一山不农二 那你讲话了 你不可能说 收保护费 你两头都朝我收了 我开了饭店 李正光收了 我给了 然后金崇德来收了 我也给 那你们俩谁保护谁啊 谁保护我啊 钱白交了 对不对啊 多谢 俺就稀罕你啊 送点礼物啊 跟你们这么讲啊 就是说 东北人吧 可能跟普通人打 就是这种黑市里啊 跟普通人打的时候 我不见得 以下手有多狠 明白吗 但是 最恨的就是同行 撬我的 撬我生意来 那是最招惹恨的 而且李正光他们这些案子里头 基本上都是 黑 黑市里黑帮之间的货品 包括乔瑟他们那时候也是 打了外星的时候不太多 就是 同行之间用杠 知道吧 就这样啊 一来二去啊 这个金崇德可不是白给的 这家伙绑大 遥远啊 我跟你说的 而且手下也一帮兄弟 我认识你们是谁啊 是不是啊 干呗呢 呦 是不是你狠 我这么一狠 谁不狠呢 不就玩命吗 对不对啊 就空空杠 他们打了好多次 知道吧 然后 这个郑 郑香浩啊 他就是有点搞不定他了 他手下那帮人吧 我跟你说是有个分工的 他底下我记得有两个人啊 一个叫田东旭 一个叫林军 林军哲 你看 一听这个吧 都是显族人的名字 没有啊 这两个人怎么分工呢 一个是率领着自己的人 跟外面的人打架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专门收拾自己内部的叛徒 就是实行家法的 就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 他们跟这个金冲德行拼的时候 发现这个老金呢 也是很猛的 敢玩命的 他底下这些人 这两个人吧 欺负欺负人还行 欺负普通人还行 要说真玩命 他不一定敢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就得大哥李正光出手了 是吧 把大哥请了之后 李正光一瞅 叫金冲德是吧 整死的不就完了吗 郑英浩说 你打人还行 我手下这几个人 你整死人他没做过 擦 我来 随后他就把他的人啊 李正光就把他这个朱清华 他们这些人啊 就直接杀手嘛 就掉出来了 很简单 开车带着你 瞅一眼 谁谁金冲德 是不是 你盯着他 然后把他拿下 那太简单了 这问题啊 你不像说是你金冲德是什么牛人 出现了一身保镖 对不对 就这样啊 我跟你讲 1999年12月16号下午六点下午六点多 在金冲德啊 刚从一个酒店里头吃着掉 脑满常委啊 晃晃晃晃的就出来了 他之前他就总跟别人说 他说呀 干这行太不容易了 时刻吧 还得防着警察来查他 收拾他 而且还得防着竞争对手来干的 但没招啊 走上这一步了 也撤不去啊 你关键你也干不了别的啊 是不是啊 要不然你不干这个下 你去给人去那个工地搬砖去 给人当服务员去 他也干不了那活啊 他受不了那 遭不了那罪啊 他只能干这个 说归说 他还不是很单回事的 天天还自己一个人 吃着脑满常委 最后拉灯的 从那酒店刚一出去 然后那个那个 什么保安 那种 金姐走好 没事 往前走 刚走的这个 停车场啊 就是那个地上停车 不是地下的啊 突然两个人过去了 照他上头 枪啊 照他后背一顿 这老金 他不像说是那啥 他是混过的人啊 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 他青天回来头 就问一下 你们老大是谁 告诉我吧 这大甲就告诉他 说这 我们这大哥是李正光 光哥 让我们来 送你上路 通空 几枪 开下去 这俩转车就跑 一六一就没了 这金充德就这么被干死了 我跟你说 干死完之后 他们就都好了吗 一六一的啊 坐上火车啊 就去外地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 北京这块杀人呢 哦 你们事比较大 可能和东北啊 啊 还有区别的 这北京这警方就真调查了 就是说 你看你没有人命案子 你打打架 欺负欺负人 可能这事就算了 真出人命案子的时候 那是真调 这就查来查去啊 后来就发现了 一瞅 这肯定黑吃黑 都不用想 啊 那就查吧 你这块竞争对手最大的是谁 一猜就是你正相号这一个人 闷红光 然后回头就开始就调查他们这事 但是呢 这时候那个正相号啊 他却没有收拾 多些兮兮啊 当然才露如沙父母啊 同行间赤裸裸的抄换啊 试着 所以说白哥就说 在这里头 我从来不说同行的好与坏啊 咱们就 也没有什么竞争啊 这正相号 他并不知道这些事 他一看 这李正光 是不是啊 找的人 把他在对手给干掉了 然后这时候 他可能没压事 他就开始骂他那首相 你们平时跟我混这么多年 白混了 出去成天喊打喊傻的 真正干事的时候都不行了 是不是啊 啊 那家家伙 什么田东旭啊 是吧 林君哲这帮人 行行的 哎呀 行啊 我们这不也没干过吗 啊 下回有事 你看我表现的 没事 别着急啊 事多了呢 像他们这成天干的事 多了呢啊 回头 有一个人 知道吧 有个人叫蒋仲文 这蒋仲文就得罪这个谁了 得罪这正强号了 完了正强号啊 那就说吧 该你们俩表现表现了 是吧 咱们不能啥事都找大哥去啊 你们也得去给我出口气一下 把他给我干一顿 借血啊 别给我整死了 知道吗 行吗 那他俩就去了啊 这一天是什么时候 两千年三月七号晚上 再过一天 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啊 他俩啊 赶到三十七号去了 然后他们俩啊 就是埋伏到 在这个蒋仲文 他家附近 可惜这天晚上 一直就没回来 但这俩家伙吧 等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知道吧 一直等到了凌晨两点钟 得啊 这不三月三月八号了吗 三八那天啊 他也到底干什么那天了啊 然后 他俩可能也是啊 天黑没看清楚 或者是啥呢 晚上呢 眼神也不太好使 再会就等这么长时间 烦了 着急了 嗯 也没太记清楚 这个蒋仲文长的啥样 正好 这半夜啊 有哥俩俩俩人 俩老爷们啊 一个三十岁 一个二十八岁 一个姓任 一个姓孙 这俩小子 路过这儿 哎 让他们给碰住了 他们就误以为 这就是蒋仲文的 和他的朋友呢 然后上去就把这个谁啊 他们给 拿刀给逼住了 啊 逼住之后 就把他们拽到了 小区外面啊 一个 就是麦子店 亮马 南啊 就那地方 比我偏僻的地方 就可以揍 攻攻揍 但是 这里头啊 这里说什么呀 那姓任的那小子 因为他不是讲中文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凭什么打我啊 他肯定还手 就跟他硬干 你知道吗 如果是讲中文的话 那可能就算了 他只能有人抱不上 挨几下揍 然后求不饶 也就弄了地了 因为他不认识了 他就跟他猛烈的干 这一下子 一干起来 不要紧 一下失手 慌慌 失手就把他给捅死了 顺道还把那个 他姓孙的那个朋友 也给扎了两刀 但扎的不可 这一胡的一干起来 那收不住手了 就这么的 就属于误杀了一个人 并不是特意杀 明白吗 这家伙倒好 完了就开始跑 我跟你说 他干了这把事之后 那更容易查了 这警方的证据 就更容易了 随后就把他的关系 那特别容易 也就梳理清了 一点都跑不了 把这都梳理完了 然后一查 原来他们还有大哥呀 大哥叫李正光 那一查 李正光很有名啊 那好多人都知道 哇塞 那乔四的余党啊 对不对啊 跟那个东北这都警方 就开始一联系 然后再一查 李正光藏的也不深 他在那呢 在长春呢 然后北京的警方 和那个长春的警方 一联系 说得 咱们直接就来个一窝端 是吧 两头都是电话联系着 这头就控制住了 把他们啊 都摸清了 那个手机啊 还有抠机什么的啊 他们住的哪个宾馆 在哪块住 都摸清了 你知道吧 拍了好多警察 这个地方住了 晚上看着 那个地方晚上看着 然后那头 跟着那谁呢 李正光那块在那盯着 明白吗 就等准备好了之后 两头警方一起下令 就一二三开抓 哗就一扑 就全抓了 但是那天准备的是 比较好的时候呢 那谁呢 那个李正光 没在 没堵着他 所以说长春那头啊 就暂缓行动 直到第二天 所以说北京这头的警察 就在那干手了一天一夜 你知道吗 然后看他们走了 就有人跟着跟踪 好吧 他们住哪个宾馆了 提前都跟那宾馆的 那个大同经理啊 老板都说好 是不是啊 然后用什么钥匙 敲门 敲门进去抓去 直到第二天 确认李正光 在那的时候 然后 这头电话一通 开抓 两头一起行动 你知道吧 就那一下吧 北京这块 那正向号 我跟你说 抓的时候老草了 正向号还在那藏上呢 看平时装作特别狠的样子 那样警察直接揪头 除了 托通就冷逼着 你知道吧 一脚就踹那了 给那些人 哐哐杠 全拿去了 把他那个歌厅什么呀 其实那歌厅 就是一小份歌厅 并不是说你们想象的那种啊 紧闭辉煌的 他们开那歌厅 就是一个 平常的那级别的 都不是老王的 没有 进去了 把那人全抱头 跨跨起来 全爪了 但是那个杀手 朱庆华 他暂时没有抓到 李正光那头 立马就给带出了 那朱庆华是隔了一段时间 给抓了 明白吗 然后现在呢 给大家那个 看一下图片 此人 就是李正光 你们看看呢 他这个 这个头型了 可以说就是我们 那个年代啊 差不多是比较流行的 这人你看也挺瘦啊 这个人就跟我这么高 我估计是体重啊 跟我差不多 就这样 啊 你们网上看不到 他的图片都没有啊 他就李正光 然后抓住的时候 就是说抓捕 他啊 带回北京的时候 他就一脸微笑 就那样 反正他这个笑话 并不是特别自然 都说什么 不过他也行 那撑得住 毕竟是老大嘛 你得保持啥呀 保持那个 风度啊 这个就是 他的那个 陈鸿光 他的军师啊 你看看 你一瞅 这李正光和他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谁像老大 谁像军师 那胡文铜铜铜铜一瞅 这就是老大啊 不对 他俩正是反的 他比那李正光 大那个 大五岁傲 军师 都被抓耳了 一炮抓耳了 一点难度都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啊 郑相号 看起来比较年轻 一小伙啊 个头还挺高呢 这家伙 你看这是坐这块啊 现在完了 怂了 在这 这就郑相号 他们几个人啊 看到了吧 全跌入了 回头没多长时间 然后就把那谁啊 把那个 呃 朱庆华 他们都跌入 一共抓了15个人 知道吧 于2001年 11月1号 那天 正式宣判 是吧 李正光 然后 陈鸿光 啊 郑相号 朱庆华 四个人 死刑 立即执行 啊 其他11个人 有的怕无期徒刑的啊 有的怕那个 呃 15年的 不等 反正都给判了 那团伙全干了 其实他 讲到这里呢 白管可以跟你们说说啊 你看看吧 他这些案子都摆在这里 李正光唯一一个杀人 就是指使 朱庆华 明白吗 去杀了这个金同德 其他的没有 他亲自动手 干的一个人 就是小飞 干的比较寒 给干残了 啊 也就是说 网上啊 就是好多人嘛 现在这个写小书啊 就写文学作品 那就讲话了 那李正光一出手 必死人 那谁这也没杀 没有 哪那么容易啊 我跟你说 其实怎么回事呢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 像他们啊 在东北 就那年代啊 他们混的 这个打架啊 或者欺负人啊 不是看谁踢个胳膊好 说我一米九 我脏能力的 那都没用 知道吗 打架 第一点 就是勇气 敢不敢下手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体格再好也没用 拿着刀啊 都不用拿刀 拿个砖头子 你就 你都白费 你明白吗 你 你就是散打在厉害 那一砖头下去 你扛不住啊 对不对 张军不就说这道理吗 啊 你只要敢下手 你就狠 李正光所谓的狠 就是这个 就两就二不到 上去就干 放私了打 你说是不是 就这样 就打了几次之后 他名气就大了 明白吗 另外呢 再一个就是 讲究 呃 所谓的讲究是啥呢 比较笼统 呃 第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钱 在花钱这会儿吧 你不能 太口 知道吧 该请客的时候 得请客 该安排的时候 得安排 但是嘛 你不能说是 得谁请谁 那个你就是冤大头了 你就是傻子了 明白吗 就是钱这会儿 千万不要 利息 这是一点啊 再一个呢 讲究就分好 另外好多种 比如说啦 一些那个出卖朋友 这肯定不行了 对不对 骗人啊 或者干那些 特别不道德的事情 比如说是那个勾引 是挖扫啊 什么的了 这种东西啊 就这些事 如果你都那个办到了 都不做 那就是比较讲究了 然后另外再说一不二 只要这些点做到 就是讲究员 可以 也就是说白额跟你说 所谓的讲究 就这样 而且李正光呢 他在这方面 做得是比较好的 例如 有一些新闻啊 也可以报道是一个事情 说李正光当时啊 他的一个手下 知道吧 一个小弟 然后犯事了嘛 被人抓去了 人家要那个熟的 李正光连那羊鲍都没带 自己支撑于人 去了 去救兄弟家 理由是什么 说这是我的兄弟 你不能那个打他 如果非得要让他赔罪的话 那么我把我这只手献出来 拎出刀来就要砍自己的手 就在刀落下的一刹那 被别人扛拦住 这就开玩笑了 这绝对是开玩笑 不可能的 但只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事情啊 应该是有的 李正光混这么多年 就这种小来小去的事情啊 就是说的 帮朋友出头 办点事 白点事 啥的只有的 只不过很多人给他人为放罢 那不就啥了吗 演电影了吗 为了一个小弟就要剁自己之手 李正光小弟不少 他有几个手过剁的 是不是啊 只不过他确实是比较讲究 他到什么地方呢 咱们 例如说 他在审判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 穿着一身黑衣服 在着那个审判那个庞庭席嘛 然后 就动不动机为他祈祷 然后这么掉 然后向他微笑 完了 还给他来个绯闻 知道吧 等到李正光 被拉出法庭 押入刑场的时候 这个他这女朋友还在后面大喊 我想你 完了记者就说 说好多这个被害人啊 家属都在现场的 就是说呀 这个女的怎么都这么狠呢 这男的肯定也 也是个心狠手辣的 那这晚上咱们就话就这么回说回来了 谁不为自己亲人呢 是不是啊 谁都把自己亲人放在第一位 是吧 他管你那个 但是咱们你这么说 李正光这个人啊 他做人肯定是没挑剔的 就人品那一块 但他干的事 可以说不是什么大事 知道吧 如果不是因为乔瑟 可能他不会被多少人知道 你没看到吗 正规啊 就是法庭宣判的时候 只是他的团伙 一共死了五个人 杀死过五个人 但只有一次是他指使的 也就是说 没有乔瑟的话 他都进不了群魔大连 没有几个人能知道他 就是打打架嘛 是不是啊 那你跟变况这些人比起 跟王强比起了 那差的太远了 其实他那个 李正光这事吧 还没有像那谁 像曹电龙啊 段氏兄弟那么可恨 他其实一般都是这种 黑吃黑 跟同行之间硬杠 知道吧 都是干这事的 那你说老百姓 他欺负欺负过呢 我估计肯定说会有 但也不会多 也不会整得太狠 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 跟同行在这块 在这叫板 然后争地盘 都是想看这个事情 所以说可能说我们觉得吧 也并不是什么事情 大 大恶之人 对吧 那你看 然后说我已经金同哲 那个人他也不是那么好的 知道吧 他干的事也挺多 只不过你就说他碰着李正光栽了他 如果他碰着别人的话呢 没准他就把别人给杠了 是不是这道理 哎呀 李正光这个事吧 差不多吧 咱们就就说这些 我觉得啊 怎么说呢 我也想了解一些他详细的东西 可是吧 太少 最主要的问题啊 第一个是因为他比我讲究很多朋友不愿出来输来 另外呢 也没那么多大事 你都看到了 就那些小来小去的事 你说咱那会儿就是啊 黑人点钱 是不是啊 然后帮别人打打架 那种事情的算事情吗 包括咱们这话说回了 现在好多地方的新闻啊 报道的也不是不太深 因为啥呢 乔瑟那个事当时也没那么大 是吧 乔瑟当时一个人命都没有啊 里面 我跟你们讲过了 他那14个案子 那里面都都怎么回事 李正光能大点穴啊 但是据说啊 他的事可能 可能比乔瑟 乔瑟多一点 只不过没有太狠的 就网上那种说 李正光冲门去了 咱们怎么地啊 就是说的 多狠多狠 那会有 但不至于像网上传什么样 干仗 基本上 他后来就拿个洋炮 到我动 直接把洋炮拿出来 鼻子对方 你不动就得了 服了就拉倒 如果你不服的话 基本上就照腿来一敲 很少是直接上脑子咋的 那你不奔杀人去的吗 你杀完人之后 你跑不了啊 这开玩笑呢 哪那么容易就杀人了 你就 虽然90年代吧 那人也不是随便傻的 对不对啊 多些也优先自得啊 只不过就是因为乔瑟这事太好了 大家呢 在编乔瑟的时候 顺手 然后呢 发现了李正光也挺猛 然后就把他也给神话了一下 知道吧 所以说吧 我也是看了好多 看 我想想吧 我说还是把李正光这事拿出来 跟大家讲一下吧 行 就这样了 李正光的事情讲完了 如果那个就是 有他 内幕消息 比较精彩的消息的话 我就再讲一期 要没有的话 他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真的 是吧 他的照片 包括下面 下面同伙这些人的照片 都找到了 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啊 好了啊 来点掌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 最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大关里还有 南大随时寒 望向出现在小壳边 天空消失在村里面 看着汉被掌军的人们 不知汉有天有在城墙 中小壳边 空调星他创造了国内纪录 上次像在世界拍了第一队舞 将哥家的地窖转卖把人藏 龙志明的三个狂一样猛 北宝山天英剑和双茶要流氓 他们记得上伤人们 青东民 寒宿民和宿民和最恒江里面 他们记在历史的群和大殿 每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北宝山天英剑和双茶流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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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